您掌握的是共軍圍臺軍演 解放軍事宣稱了 他們在東部戰區出動十幾艘的巡防艦 還有驅逐艦展開封鎖行動 甚至還有多種機型到臺灣周邊 要進行實戰化的演訓 播中媒體引述報導 多數的內容有的好像是遺花節目 詳細情形的聯繫者吳現長 告訴我們現場情形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中國央視播映的影片 呈現多架轟炸機 戰鬥機 偵察機 等等起飛直勤的畫面 其中一名飛行員向是結束任務以後 接受訪問 來看稍早中國央視片段 中國央視在微博刊出訪問片段 吸引許多網友留言打氣 但很多人分析 這幾天共機擾臺路徑 在比對影片 認為共機並沒有接近到影片呈現的視角與距離 關於臺海的軍艦 很可能是第七艦隊的雷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美方表示要藉此捍衛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同時日本媒體特別提及裴洛西訪臺掀起的軍事對峙 再度讓人了解到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當前日本防衛預算編列是GDP的1% 執政的自民黨四月提議 應該要在五年內將防衛費增加到GDP的2%以上 但政治人物卻閉口不談 讓人民多繳稅 以增加國家稅收 如此一來很難期待自衛隊能形成有效的威嚇力 阻止中國步步進逼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情況 希望將時間交換臺北棚內